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日前接受了德國直升專訪 被問到兩岸關係 還有參選總統等議題 正當記者追問的時候 朱立倫表示說時間到了 就結束專訪 被外界解讀說是在專訪中動怒了 對此 藍營回應說 確實是因為時間到了 結束訪問 所以沒有強制結束的問題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日前接受德國直升專訪 面對記者提問是否會競選總統 朱立倫並未正面回應 接著外媒話還沒說完 朱立倫就主動結束訪談 被外界解讀是動怒了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就嘲諷 朱立倫是更小 等死去 國民黨聯盟澄清 不過專訪過程中 朱立倫也與記者有畸變 除了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訪中議題也談及台海危機 以及久而共識等敏感話題 朱立倫強調多數臺灣人 都希望維持現狀 但當記者提到 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 已經下降 朱立倫馬上打斷反駁 朱立倫也進一步表示 自己是臺灣人 雖然支持政府保衛臺灣 但也強烈鼓勵政府 與中國建立對話管道 避免擦槍走火 或是戰爭危機的可能性 接著黃潘西起文 台北報導 戰爭時局産城 Campina